阿难为什么没有马上成阿罗汉 你知道为什么吗 阿难很难得 但现在有人就说 就同情阿难就骂迦瑟 对不对 迦瑟 有点好像 不要讲他变态啦 不过就是常常乖乖的 个性很偏 对不对 很多人就认阿罗汉 甚至有人骂 大家瑟是大男人主义 你知道你对大家瑟这样的诽谤 你知道 经典我昨天才看到 我说他在讲一个 唯有大家瑟罪及亲近 我也为大家瑟留个位置 留一个半 椅子 挪一半给大家瑟 及尊重这个大弟子 当我们开始用世间法论他是大男人主义 当我们又在汇巴进法的时候 竟然要汇掉很多大阿罗汉的见解 把大阿罗汉认为是大男人主义 你知道这里面的严重性是什么吗 阿罗汉 是什么叫阿罗汉 你讲的那种烦恼就有欲戒众生才有 而且我这种欲戒众生都还不一定有 可见大家瑟功德比我差 你把大阿罗汉 把加瑟讲得个性非常偏颇的人 老是要欺负阿男的 感觉 不是 你这样讲第1个 毁谤阿罗汉的国 毁谤阿罗汉等于毁谤世帝 毁谤世帝等于毁谤佛 因为佛说世帝 佛因为说世帝 众生因修世帝成阿罗汉 你把阿罗汉说成像欲戒这般众生的烦恼 放圣 放法 放佛 是不是这样 那当然这是 叉开来的 阿难 也是菩萨 阿难他为什么不马上 他有能力震阿罗汉 但因为震阿罗汉没办法当国的死者 未能祝佛洪化 忍着不振 所以当初 阿难被种种 阿难跟加瑟 以色大圣论所说这些都是菩萨事前 是不是 加瑟经常指责阿难如何 阿难 刚为加瑟所指责 为什么 他又要显佛的功德 然后过失由他来担 那加瑟要不要指责阿难的过失 要以防后来众生犯过失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当我要显活的功德的时候 总是有众生另外会偏颇 偏颇的防治 就由我加设来说你阿难不对 因此可以防止起来 就像《唯某结经》 《唯某结经》是在喝者生闻人说何乃可止 连你到那个乡继国哪个话没人敢去 他同时 指责生闻人的不能承担 乃至其他菩萨的软智能力 其实他也是视线 然后讲完了就文殊菩萨讲说 不亲魏学 那照文字讲说 那《唯某结经》是会亲魏学 然后就让文殊菩萨来指责 连魏学都会亲你还叫做菩萨 当然那又是一种严 对比 就是说 由 《唯某结经》是来喝者他们 你们实在是何乃可止 为什么不能好这样 然后再由 是 文殊菩萨来阻止这个喝者可能产生的过失 所以到阿难成阿罗汉的时候 那不是让他从钥匙孔进来吗 这时候加世才讲说 我以之前纯粹是刺激你 你了解吧 希望你不要坚怪阿难说我了解 谁在怪 人家 一个站这边一个站那边 祝佛洪化 祝法久住世间 哪用你这种凡夫十足的角度在喝者胜者 一个阿罗汉 连这种心胸都狭隘到如此 我干脆不要学佛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稍微了解一下 知有还胜的道理就知道阿罗汉绝对不会如此 要是有 那一定是事先 如果阿罗汉都这般 我告诉你我干脆不要学 因为什么 连一个正阿罗汉的那种难你差别歧视的心情就那么重 你竟然把是因为这一大群佛陀在世就活 活 是真正 他们要讲说 其实当初活不想立巴进华 是有一群的尊责 一直闹闹 活只好不得已 那第1个 活顺人情 罔顾未来众生 强加巴进华给女众 是不是这样 第1个 活不依 未来众生得不得力 为一群阿罗汉 一群声闻人 一群比丘的吵闹 所以勉强随顺他们 你把活的人格讲成什么 活都把四种性可以打平 和差别难以两种 是不是 你又把当初这么样亲近生团 说成都是异界烦恼众生 你棒一个大声团 从古代到今日 一路以来到现在 只有谁才能真正没难以歧视 其他都是大男人主义 历代 西方东途 历代祖师 反正所有讲的都是大男人 你这么一讲 国法不是先完了 几时好好思考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种混杂世间的知见 夹宅在里头的 都乱天 人天眼目不是吗 整个对圣者的那一份恭敬没了 对圣者的恭敬 那法呢 法也没用啊 假如大家都用世间的这种价值观 用世间的很简单的难以差别 而不能从业果严起看难以差别的话 只在那种感性上 情绪上谈的话 整个佛法就乱掉了 是不是 但是现在 竟然这个成为一个主流思想 爱哉